印象派画家赛尚曾经认为 透过对于所有事物的观察与归纳 一切物体皆由立方体、球体、圆锥体与圆柱体所而构成 不论其构造有多复杂 只要将其形体进行简化成为几何造型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物体的基本结构了 这个说法直接影响到我们制作3D模型的基本方式 那就是选择最接近主题的基本立体造型当作圆形 然后透过变形、缩放、旋转 甚至物体节点、边线与面的移动 便可以逐渐形作出模型的样貌 在这个单元中 3D的初学者将会学习到 如何将球体制作成鸡蛋与气球 如何运用立方体制作成铁花窗的过程 对于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物件 只要掌握基本的快速键与设定的技巧 就能够迅速达到满意的结果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先来制作一个垂直站立的鸡蛋 我们都知道鸡蛋一端叫尖,一端比较扁 但整体看起来就是接近球体 所以自然我会选择球体作为圆形 首先先在Add Mesh内新增一个UVSphere 也就是一颗球体 将球体切换到编辑模式 在右上角十字线上点选Z 将视角切换到上视图 先将游标所在的位置这个圆点 Proportional Editing按下 接着点选球体中央的节点 此时切换到正视图的视角 按下G键 会出现一个环绕节点的圆圈 垂直往上提升 除了中央那个节点会被拉起 连带的也影响附近的节点 一起出现渐进等比急速般的移动 选动与变形 若前后滚动滑鼠滚轮 上方的圆圈便会出现放大或缩小的情形 也就是能够调整节点缩放与移动的范围 每次动作完成后 就按下滑鼠左键确认 如此一来鸡蛋造型就逐渐形成 完成后切换回Agent Mode 物件模式 在球体上方按下滑鼠右键 出现下拉式选单 选择Shift Smooth 也就是表面平滑化的功能 鸡蛋造型就打工告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再来是气球 新增一个UV Sphere球体 这次将视角切换到下视图 将游标所在位置的原点Proportional Editing按下 并切换到编辑模式Add More 在点选末端中心的节点之后 比照鸡蛋的做法 逐渐缩小下方的直径 然后再按下Delete键 并选择Vertex 将其周边的面全部取消 形成一个空洞 按下LT键与边线 全选末端的边线 在正视图的使用状况下 开始交互使用E键与S键 逐渐拉出气球末端收尾打结的部分 当气球的形体已经出现之后 在Modify Properties中找到Solidify增后功能 将Thinkness数值稍微提高后 回到物件模式 在物件上方使用滑鼠右键 选择Shed Smooth 让气球表面变得平滑 气球造型也完成了 最后是立方体的应用 我们将利用旋转与变形功能 来制作一条铁化窗的结构 首先将一个立方体使用S键加以变形 形成一个扁平的条状 接着在Add and More下按下Ctrl加2键 进行Look at物件环切的动作 按下滑鼠左键之后 视窗左下角会出现Look at and Slide的选单 在Numbers of Cuts内输入100 此时长条便出现均分的切割线条 我们就在Wireframe透明的模式下 局部圈选需要旋转的边线 一样的在Proportional Editing的状态下 沿着长条的方向按下R键旋转90度 然后在滚动滑鼠滚轮决定长条迁动的范围 于是长条的局部就出现了旋转扭曲起来 成为经常看到铁窗的基本样貌 当我们复制几个完成的铁条 并加以旋转排列组合 最后加上锚钉与铁窗的边框之后 就可以制作出传统的铁花窗了 其实只要运用一些巧思 灵活使用Blender所提供的基本造型 便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来 希望本单元的解说对于您的学习会有帮助 是 preacher adaptations最后? 宁可嗯成 Sar Cald 平均很次善良 请来多指我们部分 humid的绅扬 我们证明就不doors